基金经理财长每一天 在电台和电视上高谈大市和股票之后 我们也有很多实务的工作要做 每一天开市前 我们要留意市场变化 跟踪不同的新闻 去制定投资策略 开市时我们也要实时留意买卖的操作 去控制风险的水平 收市后也要检讨一下 投资的买卖和投资组合的情况 帮我们更加好准备下一个交易 而除了交易工作以外 我们也要花不少功夫 去进行投资研究 去找出下一个投资机会 除了我们要留意时局的变化 留意经济环境的投资机遇之外 也要做一些不同的财务分析 量化分析的工作 最后也要实地去拜访公司的管理层 了解一下公司最新的发展和情况 所以说每一个投资的交易 背后都是基金经理的心血结症